3月18日娱乐圈传出双感的消息 资深艺人陈迪克在3月15日离世 据知他日前在家里感到不惜而送远 可惜最后离开人世 中年76岁 好有将来也证实死讯 而陈迪克的家人 也已经为他扮理身后事 自小喜欢武术的陈迪克 当初没想过担任演员 他的演艺生涯就是跟刘家良师傅有关 我在1969年跟刘家良师傅 就学做武师 学习我做了武术指导 第一套的上海滩 都是我做武术指导和演员的 在上海滩饰饰演许文强的周润发 在咖啡厅门口被乱窗掃射的一幕 就是陈迪克担任母子的代表作之一 陈迪克在1979年加入母子电视 服务至今45年 当年来先后参演天降财神 百发魔女转 人心解脉二 《护花艺情》 《好心作怪》 《以和为贵》和《新42章》等超过280部剧集 而未播出的剧集 《逆天奇安逸》就成为他的遗作 而陈迪克演的《实仪不画》 每个角色都演得唯超唯妙 你以为刚才那个动作很容易做吗? 是的, 做一个镜头很容易做 但你试做两个月吧 让你做两个月? 可能你两个月直接是这样的形容 不会转得回来 怎样? 这次又猜不猜到我扮演什么? 你不要看到我骂子 就以为很欺负 其实我恶起来都挺厉害的 当中他饰演的江湖中人角色 更是深入闻心 还在众艺节目《新地好戏王》中 获本黑帮王的另类好戏王掌控 说一下, 你演了这么多年的江湖大佬 你怎么拿捏的呢? 没有, 看得多就可以了 是 不过有时生活中 常常习惯了这么粗声粗气 对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 我习惯了 是 那天你吃了饭, 吃了啦 就是那些 现在到我女儿了 是 我女儿就说, 爹地, 你不如去买些 买什么?又买? 买了没多久 幸好平时你在厂里看到我不是这样的 是的, 既然对了 用这个恶声恶气 就说出你得奖的感言 感谢 交给你 到现在才给我一个奖 你说是否迟了一点 我走江湖几十年 什么名字我没收过 什么大佬我没跟过 我做二, 谁敢做一 所谓人做江湖就身不由己 要在这个世界搵食 最重要是懂得看风使你 对着小孩说话一定要大声 入黑社会就没有好的后果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入黑社会 记住我是黑帮王陈碧黑 太好了 好 好